国片赛德克巴莱为演先轰动 走入片场时空交错的感觉 仿佛回到1930年 这个环境看起来呢 仿佛像是走到这个时光隧道一样 就像是回到了1930年 也就是10月27号的前一天 不过这个环境啊 基本上呢 并不是在南投仁爱乡 而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 这个环境呢 就是赛德克巴莱的这个警察派出所 而且呢也即将要在9月14号要开放 墙上的老照片 办公桌上的摆设 文件甚至是报纸的仿古呈现 可都是经过考究 这些场景都出现在电影赛德克巴莱里面 新北市府强大电影热潮 要将占地三公顷的赛德克巴莱领口片场 打造成观光影城 以及有八间房舍在拍完片后进行修复 希望影迷来到这里 就像是进入电影里面一样 连邮局也变成真的 不要以为这个邮桶它没有作用 这个明信片一投进去呢 基本上这个还是可以收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到时候会有这个中华邮政呢 会来到这个环境来进驻 而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到时候呢 这边真的会有一些邮局人员进来 对 那个中华邮局会派人来这边收件 对 一样信会送到家里去 新北市府快动作与制片公司达成协议 强调要让原住民族人也可以共同分享 我们将来也邀请我们言明的这个团体来这边卖 他们的这个文创的产业 或者是来这边做一些活动的表演 所以来这边呢 大概电影上面的这个实景 其实有让你实际参与了一个机会 我们新北市有很多人 可以就这一次的机会 可以有这个短期工作的机会 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在争取 片场里的物色国小将会摆设 12个原住民族的摊位 甚至片中场景戏份最重的金尊商店 也会销售原住民族的农特产品 9月14号开放入园参观 采预约制 票价从120元到180元之间不等 而原住民族只要出示身份一律半价 记者巴罗马耀 新北市林口参谋 谢谢大家